一年容易入中秋,中秋节除了月饼之外 大家可能都会联想到这种传统的灯笼 不过随着科技进步 越来越多的新式电子灯笼抢占市场 究竟传统灯笼会不会买小件小呢? 中秋佳节,不少市民都会买回个传统灯笼应节 不过目前坊间出现越来越多新式的电子卡通灯笼 配备发声和发光功能 成功俯虏不少小朋友的芳心 虽然电子灯笼功能多,款式有新穎 不过传统灯笼仍然不乏市场 在元朗这个街市里面 有店铺挂满形形色色的传统灯笼 不少市民也特意前来欣赏和购买 有小朋友认为 相比电子灯笼,传统灯笼的外形较为可爱 因为我喜欢这个鱼 因为是这么好可爱 所以我喜欢一些传统灯笼 亦有上长年纪的市民说 中情传统灯笼的怀旧感觉 如果你给我们,我们就喜欢选一些传统灯笼 比较怀旧一些 我们以前很流行走马灯 或者是我小时候都是玩洋土灯笼 我们还用竹笼来弄 所以我就觉得传统灯笼 对于我们中秋节来说是好一些 而店主亦表示,开铺三十几年 传统灯笼的吸引力有增无减 销情亦没有受电子灯笼的出现而受到影响 不过坦然,由于传统灯笼的工序繁复 而且只有在中秋时份才有公开 因此较少新人愿意入行 相信日后传统灯笼可能买少见少 不会的,不会的,多人买的 因为市面上很少有手做的 这个是叫师傅,特别是叫师傅做 指定的尺寸、颜色、款式是指定师傅做的 但会不会说其实很少人入行做这些 少人入行的,没有人会入行的 没有人入行的 你说有兴趣的那些,也有些年轻人去玩 兴趣班那些就会去玩一下 入行你就不可以生活的 一年玩一次灯笼嘛 你说怎么生活呢,我问你了 黄小姐又补充 由于近年不少家长都担心 传统灯笼会较易起火 对小朋友造成危险 因此目前大部分传统灯笼 都可以采用电子蜡烛 同时未来亦会因应市场需求 售买一定数量的电子灯笼 Live TV记者,杨卓文博都 都可以采用电子蜡烛的电子蜡烛的电子蜡烛的电子蜡烛